大家好,我是Heidi 欢迎收看这期的《粤语最财经》 被苹果抛弃了三年 欧飞光是否已经再获新生呢? 从9月28日到10月13日 欧飞光的股份已经是连续大涨了六个交易日 对于正处在低谷期的欧飞光来说 无疑就是这两年最好的消息 事实上,为什么欧飞光的股份可以一路上涨呢? 那就要从华为Mate60系列说起 华为Mate60系列横空出世 带给市场亿点的震撼 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 华为新机创造出超高的曝光量和话题讨论熱度 而这个余温也是顺便温暖了一把欧飞光 因为有不少人猜测 华为Mate60系列的镜头模组就是欧飞光供应的 华为概念正在静悄悄地发酵 据第一财经报道 有业内专业人士消息说 欧飞光已经成为华为供应链上的一环 并且欧飞光为华为提供绝大部分份额的配件支持 包括后置镜头、前置镜头、指纹模组 单台价值在500至600元 同时该媒体记者还通过欧飞光招聘人员得知 负责镜头业务的欧飞光南昌厂区近期增加了多条生产线 大量招聘工人 不过对于这个消息的增加 华为就稍稍保持沉默 欧飞光说 签了保密协议没办法回答 而董事长蔡荣君更加在採访面前和大家玩起太极 挖骨强地活着 所以看下这个官方的态度大家都明白了 我就不多说 我们主打的就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不过毫无疑问 这把确实是被欧飞光点燃了希望 因为在这条消息刺激之前 欧飞光是沉寂了很久 甚至今年还有网友猜测他会不会退市呢 归根到底 还是当年 即是2021年 苹果是将欧飞光踢出了那年这件事 实在是令他元气大商 炸跌拿他命 2016年 欧飞光是以2.34亿美元为代价 拿下了当时索尼非常先进的摄像头模组开发和封装技术 并且这项技术是令欧飞光踏上了苹果这一手大选 俗话说背靠大树好成良 不少奔着苹果会的那年企业也是这样想的 自然欧飞光也是不例外 在加入那年的第二年 欧飞光在光学、光电产品的营收就从79.4亿暴涨到166.32亿 所以是一举卖入了光学、光电行业的顶级门槛 但是靠山山林、靠树树倒、靠人人着草 欧飞光高兴还不够两年 2020年美国商务部就宣布将欧飞光列入实体清单 很快苹果自然而然就抛弃了它 欧飞光也表示无碍了 顺便说下的就是 在欧飞光风光正盛的时候 它还成为了华为的供应商 不过华为当时已经遭到美国制裁 自己也是尼婆沙过河自身难保 换随着两大客户接连出现了问题 欧飞光的市值也开始了一路下跌 跌跌不休 其年度营收收入从颠峰时期的519亿 下滑到148亿 而在今年的上半年 欧飞光的营收只是63.15亿 同比下滑18% 当然在这段时间 欧飞光也都想过办法来挽救面临的褪势 比如它开始在智能汽车领域探索 也开始在智能门锁VR AR 机器视角等新的行业试水 2022年 欧飞光通过发展智能汽车产品 实现营收12.12亿元 毛利率是2.6% 这个确实也是一条路 但对于欧飞光来说也是杯水车身 所以可以贴上华为的热点概念 其实就欧飞光目前的处境来说 绝对是一件好事 而且随着华为的起伏 欧飞光未必不可以喝到一口肉汤 不过我要着重强调的是 欧飞光被苹果抛弃这件事 是被所有的果链都狠狠地上了一堂货 靠苹果吹起来的市值不是那么好保 对于这些果链企业 他们都是幻想了一种病 大客户依赖症 单一的产业线和大客户 令到他们很容易被客户果胁 抗风险能力比较低 简然之 苹果起他们就起 苹果落他们就落 比如最近这两年 苹果不是计划着 要将製造中心转移到东南亚了吗 为了迎合苹果的这个计划 苹果的供应商 不得不跟着苹果向外走 去年年底 戈尔股份将苹果十一条生产线 转移到越南 信与江岳也决定在越南 投资二十多亿美元建工厂 富士康更在越南建了新厂 而最近这两年 苹果积极拥抱印度市场的同时 果链也是要被迫押保印度 所以抱着苹果大腿的同时 果链也是存在着极大的生存风险 当然这些果链企业里面 也有预料危机提前布局的人 刚刚我提到的哥尔股份 就是爬到了AirPods的开发设计端 提高了他们在产品开发中 参与的技术含量 再比较纳顺精密 今年拥抱了奇遂汽车 也尝试进军新能源汽车配件领域 总的来说 欧飞光即使这次是搭上了华为的便车 换了这一口气 但是这种对大客户的依赖性 始终都是一火大雷 在下游的供应商、厂商 还是要努力独立向上爬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亚迪 这就是一家从下游爬上去的企业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